配置相关命令其实前面已经简单的说过了 首先这个在CN27以后 它已经主推这个IP命令了 比如还有什么其他的SS命令呢 以前的什么IF config命令 还有什么NextState这个命令都是被废弃的 像我们系统现在已经都有了 有IP命令也有IF config命令都有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再去装了 但是如果你们电脑里面没有的话 那你就要一个一个的去安装了 比如说你要想用IP命令的话 你安装IP路程 就说安装IP命令必须安装这个包的名称 不能直接YamGangWayStore IP 那会说他会说什么no package available什么东西 就说没有包了 然后这个IF config的话 你安装的话是需要使用这个NetTools这个包名 然后在我们系统里面 我们以前是不是也常用一个叫做setup命令啊 但是在我们新的系统是没有的 你如果去用Yam命令安装的话也能安装出来 但是安装的最后结果是一个空壳子 因为set命令它本身没有什么管理功能 它主要是把一些其他服务的管理功能集成在一起了 所以说你要想跟以前的Senders 6系统一样 Senders 6的命令的话 你还需要安装很多其他服务 比如说System V好像是这个命令 就这个命令看一下 C S Y S 那个命令叫啥呢 我突然忘了 好 突然忘了 就是这个setup命令的时候 这是6的系统啊 首先在网络管理 你如果它默认是没有的 三十七级没了 然后这个System S Y S 就是系统服务吗 它是使用另外一个命令启动的 我看一下我是什么命令突然忘了 看一下 我慢一下setup 我就能找到它了 看一下怎么找到它 这才真没有 行 那我们再回头回过来看一下这个Senders 7 但它其实也是有这个图形化管理界面的 就是用这个NM T U I 这个命令 看这个U I 就知道它这个图形界面 这个命令 这是C N L 7里面的setup工具 然后它用法呢 其实和以前的差不多 比如说编辑一个连接 两个感觉 我给你们不要看 可以一个个编辑了 这么多功能 而且还可以激活以这连接 也就是说你要激活还是不激活可以选择的 动不了了 怎么了 我知道了 我把它断了嘛 所以说我找到这里操作了 我说怎么刚刚断了又断了嘛 看到ETA这里没了嘛 按回车键 按回车键 对 回车键 现在就激活了 而且它是它是立即的 立即双效 看表现在断了 现在就会了 所以说你们断了的话 你们去这个这里去激活一下吧 然后它这里可以设置主机名 看到没有 这也可以设置主机名单 这就是在这个Send S 7里面 管理网络的一些命令 IP命令 还有MU MNTUI命令 我这里有这个问题 我这里有真是的 就这命令 这是Send S 6里面的命令 我先到Send S 6看一下 看到 这有管理系统服务的 就是说 这个Send S命令 它本身是一个 一个框架一样的种 那里面的很多需要你其他的工具组件 比如说MTSYSV这个系统服务 比如说System Configure 那就是Work题外 这是网络服务的 来IPTables 比如说你这个 比如说你的防火 防火要关闭的话 你这一第二选项 你进去的话 他报错了 报哪错了 看没有 直接进不去 因为他报错了 看没有 他说没有这个文件 因为你的服务没开 那你的IPTables服务没开 所以说他进不去 所以他是一个一个的服务的组件 拼起来的 这大家都明白了吧 这个MTSYS命令 好 你们可以试验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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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